第255集 做完这些,张凡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静止从离的最近,正在地面上打滚的修仙者身上跨过 穿入到前方那片紫蕴浏览当中 从头到尾,张凡并没有施展什么强大的神通 不过是灵气枷锁的别样运用而已 仅仅如此,不过片刻数十名助击修士 别说还手了,连抵抗一下的能力都没有 道德张凡今时今日的地步 修仙者之间即便是修为境界相同 彼此之间的战力差距也是越拉越大了 他以本身强大的神识 一下子运转本尊以及结丹分身当中的灵力 瞬间就能爆发出这般的力量 举重若轻,数十名助击修士的数量 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结丹总是已经不是人多就可以挑战的了 哼,紫蕴流澜从中猛烈的火焰骤然爆发了开来 蔓延扩散又旋即熄灭 只在地面上铺就了一条草木灰烬的通道 从中张凡漫步而出 不管身后的喧嚣 只是宁神望向前方的一座石屋 这座石屋乍看之下朴实无华 可是落在明眼人的眼中 却很是不凡 形制什么的也不去说了 单单这材质也就让张凡都暗暗动容 构建这座石屋的石块 皆是一片沉冰的黑色 仿佛夜色在流动一般 其上光洁而润泽 犹如最上等的美誉 也不仅仅是外观特异 稍一注目 一股清凉之意 就从心底浮现了出来 明玉石 张凡这些年毕竟经手练才无数 第一时间就把它认了出来 这石头并不是炼制法器所用的 乃是一种辅助修炼的珍稀矿石 功能就是平心静气 熄灭心中 湮灭心魔 最是稀罕不过 一般人得知 不过是以其雕刻成蒲团一类的东西 或者奢侈点的 就是做一个明玉床 却不想 玄音宗竟是直接以明玉石 建成了这么一间闭关静室 这手笔当真是了得 能在这样的静室中闭关 万而受重视的程度 也可见一般了 张凡不过看了两眼 也就不再多注意了 一步踏出 击尽尽 身后远处 破空呼啸之声不绝于耳 声声喊叫 呵斥 连绵不绝 显然又有不少人前来了 张凡此时 自是不会再耽搁了 先前一路都没有遇到 结单级别以上的修仙者 就可知 先前通过李富贵的话 做出的判断 玄音宗 现阶段处于真空期 实力虚弱不假 可是再怎么虚弱 无论如何真空 必然还会有高手留守 等他们感到被其缠上 以他的神通脱身不难 可是要想弄清楚 万而现在的情况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轰 一声轰鸣 石屋大门洞开 一股冰宁一般的雾气 喷涌而出 周遭一片寒澈 大袖一挥 风乍起 吹散所有朦胧 石屋之中的情况 顿时显露无遗 张凡豁然止步 面沉如水的望去 在他的视线所及的地方 正可见得 网儿仰躺在云床之上 一动不动 恍若沉睡的身姿 在那里 一个不停散发着 沉宁寒气的 名誉石床之上 网儿平静地仰躺着 双手交叠于腹部 脸上神色平静 恍若沉睡中一般 这般距离 以张凡的神通 是否沉睡 又如何能够分辨不出呢 在他的感知里 眼前的人儿 分明是生机见世 呼吸微弱 极不可闻 曼妙的身段 没有丝毫起伏 好像是冰封中的 美丽一般 若不是恍若堆积满沙时 缓缓流动着的体内灵力 张凡几乎不敢肯定 眼前的客人儿 是不是还活着呢 万儿的情况 可比李富贵 所说的情况 还要严重 这哪里是不妙啊 简直是 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了 在他如宁冰一般 白净的皮肤上 隐隐清气浮现 这清气每一次流动 都似乎在加深着一点 从皮下浮出一点 好像正在不停地吞噬着 婉儿的生命 渐渐壮大着己身 一眼扫过 婉儿此时的情况 瞬间被张凡尽收眼底 之所以没有马上上前查探 乃是因为这时事之中 除却他与婉儿之外 还有一人 那是一个中年美妇 体态风吟 洞察到时事洞开 回眸了一眼 说不尽的光彩显露 这般的成熟风韵 恰如一朵绽放到极点的牡丹一般 让人简直难忘 可是他现在正在做着的事情 却让张凡的脸色 陡然沉了下来 中年美妇站立在石床之旁 凝指双手高举着 在掌心下方一尺左右的距离上 一枚暗黄色的不规则球体悬浮着 正在不停地散发着 朦朦胧胧胧的光滑 这光滑好像别有生命一般 已经散发出来 就在不停地纠结着忧寒的气息 重盈的灵气化作一道道细密的雾气 这些雾气一部分通过腕儿 两久两久才进行一次的呼吸 进入他的体内 另一部分则直接是完整的一物如无物 不停地扑到腕儿的身上 玄机消失不见 好像通过皮肤透过毛孔 没入其间似的 让张凡面尘如水的 正是由于这些雾气的投入 腕儿的脸上 手背上 所有显露鱼外的皮肤上 愈发地显示出青色来 好像这些雾气都是充足的养料 正在不停地喂养着青气一般 隐隐的张凡似可以在 腕儿平静的容颜中 看出一点痛苦一点挣扎 羊躺着在明玉床上的身子 都在微微地颤动 再也不迟疑 一步踏出 张凡瞬间骑进前去 从破开石屋大门入内 道德此时不过刹那的功夫 那名中年美妇回眸一眼 刚刚在张凡的身上扫过 出去 一声冷喝 从中年美妇的口中爆发了出来 与此同时 她一手保持着 类似兰花纸的姿势 另外一只手疼了出来 对着张凡摇摇一按 轰 漫天的忧寒气息 似自九幽爆发而出 化作绕纸柔长 百转蛇区 纠缠而来 哼 张凡略一指步 同样一手暗出 一片冰寒之中 炽热高温炸现 刹那之间 一冰寒 一炽热 两道洪流 似等高的浪头迎面撞击 见起无数的惊影 温乱的灵气 瞬间迸发了出来 将食物内的所有摆设 尽数摧毁 便是食物本身也晃动了一下 满天的尘埃洒落 吱吱作声 似是承受不住的 身吟了开来 极有默契的 无形的力量散不开来 始终护着石床 以及上面的网儿 任谁都没有将那战火 向那个方向移动的意思 反而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结单修士 张凡与这中年美妇 同时神色一宁 再也没有轻忽之意 先前刹那的功夫 张凡府一入内 所有的注意力 进阶在网儿的身上 甚至没有多看 中年美妇一眼 对方也是如此 只是当成是一个 普通的闯入者 急于驱赶 可是 这一次平分秋色的试探 攻击 却让他们双方 同时明白了过来 对方乃是一样的 金丹大成的强者 可是不同的是 丹论境界 这个中年美妇 还要更强一些 既然在意了 张凡自然不会 连对方的修为境界 都判断不出来 隐隐高出自己一线 当是结单中期的 修仙者无疑了 心中动念 动作却丝毫不止疑 好像方才的仪式攻击 并没有丝毫影响一般 张凡一步踏出 尽在支持 大胆 中年美妇 也已经判断出了 双方修为境界的差距了 虽然她的一只手 和部分心神 都还在石窗上方 那个不规则的球体之上 但是并不妨碍 她发挥实力 正常情况之下 对付一个 结单初期的修仙者 绰绰有余 空出的手掌翻动 晶莹的御手 化作残影无数 幽黑中泛着蓝光的阴袖 褪起 显露出了 饱满若莲藕一般的手臂 白莺莺的光滑 也随之 从袖中冲了出来 这一次 不再是试探了 冲出袖中的 白莺莺的光滑 恍若月光一般 不过 少一份清冷 多一份晨影 感觉是好像 每一点光亮之间 彼此都在吸引着对方 浑然一体之余 庞大的吸附力量 在不断地散发 嗯 这是 张凡剑后身子一动 却并非自愿 而是犹如无数只 细小无比的小手 在拉拽着自己一般 同时 体内的灵力 也是隐隐的一致 似乎逗然加重了很多 莫然抬头望去 正可见得 那团白莺莺的光滑 散不开来 摇摇照下 竟是一抹紧怕状的法宝 原瓷法宝 当年出道着地底修仙界 张凡就对漫天的 原瓷云层有所觊觎 不过要靠近和收取 非原鹰以上的修为不可为 后来得知 这原瓷雨季 也会带下不少的原瓷之气 若是耐心收起个数十年 也不难凑够足够多的数量 炼制一件原瓷法宝 眼前的这个中年美妇 想必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做得的 原瓷之气 可以束缚法宝 可以限制灵气 能够禁锢神魂 虽然此时看来 对方这使用这紧怕的手段 看上去更像是要将张凡 暂时地禁锢起来 不像是要下杀手的样子 但是张凡 又岂会将自己的生命 放到他人的一念之间呢 更何况 张凡眼中神光一现 在婉儿的身上一扫而过 旋即默然沉静了下来 好像暴风雨前 最后的酝酿 起 一声低不可闻的轻鹤 一点火红 缓缓从他的眉心处浮现 璀璨夺莫的精盈 张狂燃烧的火焰 好像一颗不停波动着的水晶心脏一般 出现在了原瓷锦帕 与张凡之间的半空之中 炎龙心 得到瓷宝之后 除却在浑源球中演化过一番 就再也没有施展过了 非是其他 而是没有合适的对手 眼前的这中年美妇 正是这样的对手 仗着原瓷法宝的神通 再加上他本身 结单中气的修为 真打起来 更胜过那无牙老怪一筹啊 却是配得上 张凡动用这炎龙心了 一声龙吟 恍如飓风一般 在明玉时事当中 爆发开来 一个庞大的虚影 蜿蜒曲折盘绕 瞬间遍布了 整尖时事 啊 龙 中年美妇的表情 终于大变了 让他惊讶的 自然不是 充塞整尖时事的龙形 天下多少神通法术 都可以显化出 神龙的样貌 便是他自己 也掌握了几种 本不足以为怪 真正令他 几乎不能自持的 是这气息 是这神韵 以及这独特的灵力波动 到了他的这个级别 自然能够清晰地分辨出 他们之间的不同了 单纯的灵力显化 不过图有其表 如出现在面前的这般 却是几乎真正的太古天龙的所在了 在那一刹那 中年美妇的确感受到了一种心迹之感 就好像真的太古天龙复活了 云中探着袭来一般 傅 再也不敢有留守之意 另外一只手 也从不规则的圆球上方收回 双张交叠成兰花状 摇摇轰出 煞时间 袁慈紧怕 恍若深呼吸了一下一般 骤然收缩了一下 漫天的袁慈之气透射而出 好像一张弥天大网 将太古阎龙的身躯束缚 还等他继续想做什么呢 一个声音 忽然自虚空中传来 说不尽的幽远之意 龙吟大泽 一切的光亮 一切的心神 尽数被太古阎龙的恐怖威慑所震慑了 其他的所有仿佛都消失了一般 在声音传出的同时 中年美妇几乎都不能分辨张凡的位置了 他也无暇分辨了 因为龙吟大泽 虎啸深山 那是什么样的威势啊 一声龙吟 漠然响彻 恐怖的气浪翻滚 好像要把整个大泽都掀起来 无穷的波纹扩散 天地万物都为之沉寂 只有无穷无尽的天龙之威 骤然爆发了出来 轰轰轰轰轰轰 连绵不绝的轰鸣之声 似引而不发两久的惊雷 这一次性的爆出 一声接着一声 一声大过一声 充塞了所有 直充消汗 顷刻之间 时事的屋顶洞开 无数的醉石崩飞出去 在半空中解体 好似暴雨倾盆而落一般 在张凡的特意控制之下 太古阎龙的龙躯蜿蜒而上 裹挟着所有的威势 从屋顶中穿出 没有伤及屋内的一分半点 只有中年美妇的原词锦帕 好像被伤到了元气一般 悲鸣了一声 倒飞而出 控制着颜龙身躯不散 下一步的攻击 却戛然而止 张凡眼中闪过了一抹 诡异之色 望向鸣玉床上 网而脸上 陡然浮现出的红润之色 若有所思 你是何人 默然回首 望向接住自身法宝 面露惊骇之色的中年美妇 恰在张凡玉时 颜龙心击飞了中年美妇的法宝 占得绝对优势的时候 却是没有乘胜追击 反而顿了一下 停下手上的所有动作 默然开口问道 见得如此 中年美妇 尝出了一口气 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眼中 闪过了一抹 欠然之色 点了点头 随即全神灌注 双掌变换出无数的手印 一身灵力 重新汇入到 依旧悬浮在半空中的 不规则囚体上 张凡看着这一切 仿佛明白了什么 一句话也不曾多说 只是手上一挥 进风涌出 轰的一下 将时时的大门关闭 外部的所有喧嚣 全部隔绝 时时之内 顿时安静了下来 盘膝而坐 静静地看着 中年美妇的思维 道德此时 他已然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先前 他根本不管 对方是什么身份 可是现在却不一样 大致一瞥 却是让他 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此时 婉儿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 红润之色 可是这红润 却是烟红 乃是逆血上涌 所造成的 而发生这一切的刹那 正是中年美妇 出手还击之计 若是见得如此 他还有没有明白过来的话 也是枉费他二世为人 多年的修炼了 十世之内 鸦雀无声 只有半空中的 土黄色的球体 在滴溜溜飞快地转动着 每一次转动 都有一点点 土黄色的光力 仿佛被甩出来 没入到下方 婉儿的身体之内 烟红之色退下 一片青色浮现 一切都恍如 张凡进来之时的模样 不过少请 半空中的不规则球体 就缩小了好几圈 此时看来 只有绿豆大小了 长出一口气之后 中年美妇双手 缓转收工 同时小心翼翼地 把那绿豆粒大小的 土黄色球体又收好 看她的动作 就好像这个大意一点 就会忽略过去的小东西 是什么无上的珍宝一般 恋爱地看了一下 平静下来的婉儿 中年美妇回过头来 望向张凡 美目之中 眼波流转 似有一彩分成 上下打量了一番问道 这位道友 你可是小徒 婉儿口中的 那位哥哥 不错 在下张凡 见过韩月道友 张凡缓缓起身 服衣施礼道 现在他明白了 这个中年美妇 就是李富贵 口中所说的 婉儿的师尊 结丹宗师 韩月 方才张某真是鲁莽了 韩月道友 莫要见怪啊 哪里 明明是韩月先行出手 如何怪得了道友呢 两个人互相客套了几句 张凡就无心再寒暄了 上前两步来到明玉床前 无视韩月审视的目光 皱着眉 凝望着阳躺不动 恍若沉睡的婉儿 在她的目视之下 还能见得婉儿 貌似平静的容颜上 时不时地抽动着 秀气的带眉 微微醋着 犹如西子捧心一般 好像有什么疼痛与苦楚 在睡梦中依然清晰 爱莲地拉起她的手 感受着其间的冰凉 张凡叹息了一声 手上微微加厉 一抹暖色蔓延 瞬间遍及婉儿的全身 这股淡红的暖色 没有丝毫凌厉霸道之意 仿佛夕阳余晖 只让人感到 丝丝的温暖 在这暖色的硬沉之下 婉儿的脸色 显得好上了很多 好像下一刻 就会奄然一笑 直起身子一般 可是张凡的脸上 却陡然铁青 事情比她想象的 更加严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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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